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心吧 我自有办法 我可是炎帝之女 人间有你 百姓之幸 谢谢你了 吉娇 我又回到这无比熟悉的公园 却恍若隔世 噩梦般的回忆并没有从我心里消散 我不愿回来 但是我不得不回来 阿子还在这里 阿子在等我 愿有头战有主 天鹤 我们来做个了断吧 我可没投靠天使 更没有杀害过七国国君 是那个和我同名的小子干的 我知道你 你是孔夫子的学生 我相信先生 哦 太好了 终于有人信我了 先生为人率直 长音直言不讳 而惹得夫子不悦 世人也时有 替先生抱屈 觉得夫子对你过于苛责 即便如此 先生仍赞夫子公盖姚顺 绝不会做出备翼叛君之事 即便做了 也一定会认 唉 你说老师 他怎么就不信我呢 子曰 君子应纳于言 而敏于行 你说的没错 大道至简 事舍以身 我便忘了 先生怎么还没走 我是早已逝去之人 时间早晚 与我又有什么差别呢 倒是知己难求 我留下也许还能尽点绵薄之力 多谢先生 你知道这机关怎么破吗 我猜 该不会把三个转成一线就行了吧 不会就这么简单吧 大道至简 大道至简 这田河不知学了什么邪术 可以通阴阳驱鬼魂 还能操纵活尸 王极无论看到什么 都不必吃惊 切不可乱了心神 反倒中了圈头 即将明白 多谢先生提醒 问不疑 有点大道至简单 那不疑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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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河用妖术打开了通往黄泉的通道 让我等死去多年的孤魂又得重回人世 操纵一具没有灵魂的尸身 也不出奇 先生所言甚是 是我想多了 事事本不复杂 是人心复杂 是人心复杂 好 好 啊 啊 啊 就算了 我ヤ Blog 我尋找我 我尋找我 ей 我尋找我 我來尋找我 我尋找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随本能欲望行事的人 和禽兽并无区别 自以为王 却不过是为人驱使的傀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季江 回来了 你姐夫我和你姐姐可担心你了 住口 无耻之急 快把我安子还来 我知道 你和淑江姐妹情深 为表我的诚意 来人哪 把淑江放了 我只知道江是有古神血脉 一开始以为得到古神力量是身为乌尔的淑江 没想到是你 白费了我许多力气 良情则墨而期 我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 我怎会与你为伍 简直痴心妄想 像你这样犯上作乱的人 绝不会有好下场 犯上作乱 是你杀了康公 你还杀了天子 你说我犯上作乱 我们是同样的人 住口 你杀我父亲 如我长见 今天就要你血债血偿 老夫乃用智之人 和尔等习无莽夫 怎可并论 不过 你也别以为 田是没有用兵之人了 这是何人 古陋寡闻 连我先祖田壤居都不认识吗 他的光辉事迹 你就去底下 问你的仙人吧 杀 这是何人 嗯 好 好 好 即将 你只知丝绸 不顾天下大义吗 你我都是天命之人 天父义柄 我们应当一起造福苍生 让百姓安居乐业 大义 天命 从你口中说出来 太可笑了 身居高位 却只知道争权夺利 不择手段 你真的是为了天下苍生吗 心怀黎明之人 怎么会用邪术迷惑人心 怎么会培植傀儡 屠戮义气 你太天真了 使人愚钝贪婪 怎么可能自掌命运 不 谁也不是天下之主 天下 是天下人的天下 紫月 民可使有之 不可使之之 不 夫子说的是 宁可使游之 不可使之之 你是不会懂的 幕后指使的幕后 又是谁人在指点江山 真相的背后 难保不是更多的遗云 这就是我所生存的世界 一个无比荒诞的时代 在荒诞的时代里 什么都会发生 一切看似落幕 然则 诗书记载 周安王十一年 齐田河牵齐康公于海上 十四一城 以奉其先寺 十三年 齐田河围为诸侯 王许之 即将隐姓埋名 投入他所信仰的使命中去 再无人听说过他 即将所期望的 人人得以自主命运的时代 是否终将到来呢 答案 在你的手中 定 trial 对 � vil 你 对 这么 最后